俗话说三番六座八爬 这个阶段的婴儿活动力最为旺盛 但即便如此 稚嫩的宝宝对比赛的观念 还是非常模糊的 在纽约市举行的第八届婴儿爬行比赛上 参赛的宝宝就一脸懵懂 反而宝宝的爸爸妈妈 在终点竭力呐喊助威 想尽办法吸引宝宝注意 大人之间的竞争似乎更加激烈 好不容易终于引起宝宝注意 宝宝终于肯迈开脚步 用圆滚滚的手脚 笨桌地爬约三米长的垫子 都是可爱的模样逗乐全场 最终十一个月大的 女宝宝布鲁特成功第一个冲线 为自己赢得了人生中第一座奖杯 其实这场妙去恒生的婴儿爬行比赛 主要是为纽约铁人三项比赛热身 铁人三项比赛将在星期一举行 届时参赛者必须在哈德迅河中 由1.5公里 环绕曼塔顿西城大街 骑40公里的脚踏车 以及跑完中央公园10公里赛道 争夺冠军